看到江朝暗戳戳催婚黄子涛和徐一阳 才明白这场人尽皆知的地下恋有多好客 黄子涛和徐一阳才是真正的公非恋爱 明明跟我走吧是个搞笑新综艺 硬是被两个人拍成了恋宗纪录片 而江朝则是他们感情升温的完美见证者 当着镜头的面就大大方方的让两人牵手 你们要一直牵着手好吧 这是一个游戏规则 编一下不用罢 江朝不仅当众科CP还不停地问两个人认识的经过 但别看黄子涛这几年一直追着徐一阳阳明 表面上大大咧咧地没个正行 其实他早就默默记下了两人的初见场景 然后第二次见面在哪 上海 上海都是我们的四面 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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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朝你别再问了 真的要发天了 感觉要不是张大大在旁边按住江朝 估计他早就当着镜头的面替两人官宣了 毕竟黄子涛和徐一阳恋爱是低调中最高调 一起打游戏时黄子涛只是一句话没说好 徐一阳只要稍微一皱眉他就会立马道歉 还会想方设法地去逗对方开心 就留恋过来我们五位让你去带他们打两碗 他们那边少人 那我不打 我坐这边 这么孤单一个人坐在这打两碗一碗 怎么说好吃吗这个鸡蛋糕 虽然徐一阳表面上不给黄子掏面 但是只要对方过来哄他就立马开心 两个人的甜事小说都写不出来的程度 并且在徐一阳心里任何人打游戏的技术 也都比不上黄子涛厉害 一个是娱乐圈顶流男团出道的大前辈 一个是公司吉皮选秀出来的甜妹 黄子涛和徐一阳真的是 于圈大老板爱上甜妹的句相话 而两个人的恋爱早就已经成为 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事实了 黄子涛亲自砸钱录宗艺 在节目上对徐一阳的爱意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虽然两人经常斗嘴打了 但这又何尝不是对喜欢人的挑逗 并且黄子涛还经常想靠近喜欢的人 路透里只要是徐一阳的身影旁边一定有他 过马路也会贴心地扶着对方的胳膊 尽管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黄子涛也一直都想牵着徐一阳的手 能把导笑东义拍成链子 黄子涛徐一阳真的是美好爱情的句相话